嗯 搭公車招侮辱 代價一千元 腦媽女哭了 罹患腦性麻痹的身杖朋友要下車 司機硬拉電動輪椅要對方走前門 口氣還很出路 讓身杖朋友覺得被侮辱 都有拉的 硬拉的 這起事件發生在上月28日 小林子搭公車到台中高鐵站 但司機不安規定在中門放鞋板讓他下車 前門沒放鞋板 有縫隙又有高低落差 小林子怎麼敢倒退 司機還口氣出爐的硬拉電動輪椅 不尊重身杖朋友的心境 事後被師傅重罰一千元 聽到師傅指依服務不當罰一千元 小林子氣到痛哭 公車業者聯盟承諾會改進 我們沒有散盡溝通的責任 跟我們的那個貴賓 我們的乘客之前 其實就如同小林子用手機寫下來的訴求 身杖朋友要的不多 只是要有耐心的對待 多一點尊重 台灣就能更美好 MINGDO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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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DOS